好在 吴凡的身体基本上已经恢复了 于是在叹气一声后 还真得只能一个个的 把他们搀扶上楼 放在了地铺上 楼梯本来就窄小 还要搀扶着一个最太十足的人 确实比较费劲 足足花半个小时 吴凡才把这些人都送上楼去了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转身下楼 十几分钟 他就已经来到了刘天生家里 来了 吴凡 刘天生夫妇和几个邻居 正好坐在门口聊天 显然也是在胶着的 等待着吴凡的到来 见到如约而至 自然是格外的激动 嗯 你们在这里坐吧 我进去替慧芳解治病 不用你们帮忙的 吴凡简单的说了一句 就走进了刘慧芳的房间 很快 吴凡就把双手放在了刘慧芳的额头上 然后暗运全身蒸汽 灌输于双掌 慢慢地移动 表面上看似乎和常人无异 只是双手在他的脑袋上移动 其实却有一股股的蒸汽透过头皮 作用于脑袋内的淤血 这些蒸汽有相当的热度 集中在淤血上面 慢慢地把它们融化 然后化成气体从毛孔里面挥发出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吴凡的伤虽然基本上已经痊愈 但是半个小时的全力以赴 拼尽蒸汽 还是让它开始冒汗 而同时 刘慧芳的头上 也开始生腾起一阵一阵红色的气物 这些红色的气物 其实就是刘慧芳脑子的淤血被加热 然后慢慢地挥发出来 只要淤血都清除掉 从头皮里挥发出来后 它才能真正地清醒过来 这个病也才能算是真正地治好了 看见气物越来越浓 吴凡终于松了一口气 看来是大功告成了 又过了五分钟 吴凡终于抽回双手 在胸前往下压 做了一个收拾的动作 它长叙了一口气 然后就端坐在那里休息 以待恢复元气 十分钟又过去了 外面的人都心急如焚 特别是刘天生 在那里走来走去 眼睛第一只看着刘慧芳的房间 爸 妈 就在这时 刘慧芳的房门打开 它欢快地冲出来 甜甜地叫道 看着它跑过来的姿势 还有那中气十足的声音 刘天生等人顿时大喜 赶紧一边硬道 一边冲上前 拉着女儿的手 兴奋地问道 你好了 完全好了 对呀 好了 完全好了 一点事都没有了 就好像从来没有受过伤一样 不信 你问吴凡呀 刘慧芳开心无比地说的 并且指了指身后的吴凡 吴凡点了点头道 没错 惠芳姐已经完全恢复了 外伤没有 内伤也没有 更加不可能有什么后遗症什么的 反正就当是从来没有受过伤 谢谢 谢谢 刘天生紧紧地握住吴凡的双手 激动地眼眶红红地说道 谢谢你呀 吴凡 吴凡笑了笑 天生输 别激动呀 他是为了公司的事受伤 我只好他也是应尽的义务 你们就别客气了 不 不 我们真的感恩不敬呀 来 吴凡 我们好好喝几杯 让我和你婶婶好好敬你 刘天生一边说着 一边就把吴凡拉到了桌子边上 而康妮就马上进厨房去热菜喝烫酒了 盛情难却 吴凡只好又喝了十几杯酒 一个小时之后 吴凡才在刘天生等人的目送下 离开了刘家 路上 他感觉到肚子里有酸味在翻滚 就知道自己喝多了 连走路都有一些摇摇晃晃 什么人 突然吴凡大叫了一句 同时赶紧擦了擦眼睛 因为他感觉到仿佛看见有四道黑影 这么晚了 怎么会有人呢 他也怀疑自己是酒喝多了 所以产生了幻觉 就在这时几道唬吼声响了起来 四道黑影冲到了他的身边 是你们呀 吓死我了 我不是说了 不要轻易出山吧 会吓到别人的 吴凡伸手分别在四头老虎的头上拍了拍 四头老虎在他身边蹭了蹭 然后就往旁边走 又蹲在了那里 吴凡在脸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他瞬间明白了 这里就是虎大侠的目所在地 这四头老虎原来是趁着深夜无人的时候 前来缅怀他们的母亲 只是他们能闻出自己的味道 所以才会出来迎接自己 要是别的人来了 他们肯定会马上隐身 不会让别人看见而受到惊吓 真没有想到 老虎也这么重感情呀 吴凡回到家里 直接就滚落在了床上 实在是醉得不轻呀 没有脱衣服 真是不舒服 于是他又爬起来 把衣裤脱了下来 就在把裤子往旁边放时 手机却从里面滑了出来 吴凡哭笑一声 把手机剪了起来 这时 却突然看见有一条未读短信 于是就点开来看 看到信息时 吴凡身体一震 居然是林妙发过来的 身体怎么样了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却似乎饱含着深情 体现出了一个妻子 对丈夫的关切之情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以前的林妙 只会配合他妈来羞辱自己 何曾有这么柔情的话语呢 不过 吴凡在感动片刻后 还是清醒过来了 这个林妙或许是因为雷猛 已经真正成了废人 心里对自己有怨恨 所以 希望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 最好就这样死掉吧 看来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于是吴凡叹气一声 把手机放下 睡觉 第二天早上 吴凡还在睡梦里 就被一阵一阵的鞭炮声 吵醒了 桃源村本来就是非常安静 加上又是一个小山窝 所以只要有一家放鞭炮 声音会显得很大 而且回音到处都有 一时之间只听见声音 却搞不清楚 是哪里在放鞭炮 哪里放鞭炮呀 谁家有喜事吗 吴凡赶紧起床 走到外面 问到 已经在那座健美操的林英等 几个年轻美女 好像是你们村委吧 林英他们也没有把握 有些疑惑地说道 我去看看 吴凡想着自己也要去澳柴基地看看 顺便去看一下谁家放鞭炮 其实他心中确实有一些疑惑 这谁家有喜事 怎么也没有通知自己呀 不太对劲吧 晨雾之中 一轮太阳升起 预示着桃源村的美好未来 吴凡下到村委时 看见已经有不少的村民都在 正围着一辆小货车 兴奋地议论着 而在小货车的车头 正有一地红红的鞭炮纸 吴凡似乎明白了 这是因为村里的水泥路正式修通后 这是从水泥路上来的第一辆车子 所以村民自发地放鞭炮 表示庆祝吧 吴凡 吴凡 快来看 上车了 我们桃源村终于有汽车上来了 哈哈村民看见吴凡来了 兴奋地打招呼 一个个像是孩童过年般的激动 刘天生和赵永乐也在 都笑嘻嘻地看着吴凡 好事 好事 刚才的鞭炮就是这里放的吧 吴凡打过招呼后 指着地下的鞭炮指问道 对 赵永乐解释道 这是通讯公司的车 来给我们村庄宽带的 美玉说 这是第一辆上桃源村的车 要喜庆一下 所以让我前几天就买好了鞭炮 还给司机封了一个168元的小红包呢 好 做得好 吴凡对赵永乐竖起了大拇指道 辛苦你了 对了 通讯公司的人呢 就只有司机在 上来跟我报餐 中午在我们家吃饭 其他的人都在下面开工了 因为宽带要拉专线上来 从下面网上施工 好好 看来很快就有网络了 太好了 吴凡非常激动 不过却又说道 这是公司的事情 在你家里吃饭不太好 在公司食堂吃吧 不用 不用 这次来的人和上次安装通讯塔的是同一批人 老板就是胡君 我的好朋友 上次你给我的那种药我也给他了 他们上次不也是在我们家吃的吗 说是太好吃了 这次一定要在我们家吃 赵永乐赶紧说道 好吧 那就辛苦领扫了 上次就是领扫搞饭吃的 买菜等的开支 可以到公司报销 正的说话间 突然那边又响起一阵巴巴的汽车喇叭声 桃园村民 以前的话 看过车子的人都很少 虽然这次去妖孽洞 大部分人都算开了眼界 但对于桃园村有汽车来还是很稀奇 听见又有汽车喇叭声时 大家赶紧朝路那头看过去 三辆黑色的小车快速的驶了过来 停在了大家的面前 这三辆车看上去都是比较豪华的 那凄辆的能照出人影 这可是桃园村水泥路通车后来的第二批车 这来的到底是谁呀 村民都瞪大眼睛看着 只是因为车窗的磨很厚 外面根本看不见里面 大家都有一些着急 哐当 哐当车门开后 十几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走出来 他们是谁呀 从来没有见过呀 看样子是单位里的人吧 他们来做什么 不会是找麻烦的吧 听说当官的没有一个好的 村民看见这些隐隐约约 有着一种尚未者气势的人 小声地议论着 赵菊 赵菊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西装革履的人下车后 快速奔向了赵永乐 一个个脸上带着虔诚的笑容 稍微弯着腰 神情有些许的卑微 热情地打着招呼 你们好 你们好 来得早呀 赵永乐分别和他们握手 像是领导接待下属一样 对方其中一个人还赶紧掏出了一包华子 向赵永乐敬烟 不过 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心 旁边站着的刘天生和吴凡 他似乎没有看见 别说敬烟了 连招呼都没有打 对于其他的村民 就更加没有瞧上一眼 吴凡倒没什么 反正自己又不怎么抽烟 有时候就是搞着玩 但是 刘天生却脸色一沉 妈呀 自己好歹是桃园村的村长 来到自己的地盘 却不跟自己打招呼 也不发一根好烟给自己抽抽 太说不过去了吧 当然他也知道 桃园村正是需要外面人来帮助的时候 这些人应该是赵永乐请来帮忙的 所以他也没有说什么 昨天中午水泥路修通的庆功宴上 大家在听说刘嫂的女儿放学失联后 吴凡就提出了要恢复村级中学 让桃园村的孩子在家就能安心上学 当时刘天生还在昏睡 事后也没有人来得及跟他说 他还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来做什么的 不过赵永乐可急了 赶紧拉住带头的那个中年人说道 天桂 天桂 来 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桃园村的村长 这是我的老板吴凡 学校就是他投资的 一边说着 一边还对着那个中年人眨眼 特意还指了指他手上的滑子 失敬 失敬 村长大人 你好 请抽烟 被称为陈局的人反应还是比较快的 马上热情的打招呼 并且浸上了香烟 刘天生没说什么 只是摆了摆手 示意自己不会抽烟 陈局长似乎略有一些尴尬 然后又向吴凡打招呼 他心里的确有一些不乐意 你们这些农民 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 要不是市局的局长叫我来 才不会到你们这山窝里来呢 给你敬烟就是给赵局的面子 抽不抽是你的事情 吴凡倒是随和 把香烟接了过来 吴凡说完马上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林音呀 叫你家三姐妹下来 开飞船给客人玩一下 电话打了之后 吴凡对陈局等人说道 陈局呀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你家三姐妹的身份不能泄露 所以不管你们待会多激动 不能对他们拍照 也不要对飞船本身拍照 可以吗 可以 商业机密 我们懂 陈局点了点头 然后大家都用期待的眼神 看着来路上 不一会儿 三个金发闭眼的外国女郎 就小跑着冲了过来 吴凡 吴凡 三姐妹来到后 和吴凡打了招呼 然后看着陈局长他们说道 就是他们要坐飞船吗 对 你家三姐 带着他们沿桃园村各处转一圈吧 好嘞 你家小三带头应了一声 然后他掏出一个随身带着的遥控器 按了一下 我的天呀 陈局他们目瞪口呆 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句 因为他们赫然看见一个圆形透明的东西从老学校飞了过来 然后稳稳地落在了大家的前面 光是这一点 就让他这个县教育局长有一些震撼了 这科技实在是发达呀 门开了 陈局都有一些迟疑 不过 你家小三却随意地招招手叫道 进来呀 马上就要飞了 过了这村就没有了那店 下次再做 就要买票了 我们吴凡说了 游客是要买票的 只有村民才免费做 稀稀 你请 你们请 陈局长对吴凡和村长都有一点刮目相看了 除了对赵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还带着笑 很客气地看着吴凡和刘天生 你们去吧 暂时只能坐十个人 吴凡笑了笑 不 不 你们三个人肯定要去 陈局长一边说着 一边轻轻地拍了拍吴凡的肩膀 真诚地说道 我们剩下的人就下一趟 让他们再飞一趟 行吗 吴凡看得出来 赵永乐和刘天生其实也一脸的期待 显然也是想尝试一下 于是就赶紧说道 行吧 行吧 那这次十个人 其余的下一次 好 好 你们先请 陈局长在赵永乐和吴凡 集天生进去后 这才安排了几个手下同事进去 而操控就是由你家小三一个人 小三挥了一下手 桃源飞船的门就自动关上了 围着桃源村转一个圈 时速六十公里 紧接着 小三对着屏幕说了一句 顿时 屏幕上就显示出了桃源村的地形图 这时 陈局和他的同事 包括刘天生和赵永乐 都忍不住惊叫了一句 因为一眨眼间 桃源飞船就已经升到了空中 但是升空的过程太平稳了 没有一点晃动 根本没有感觉 所以骤然之下发现 已经身处空中 自然有一些震撼 陈局激动的两眼放光 连声叫道 好东西 好东西 真没有想到桃源村这么偏僻的地方 有这么好远的东西 我全国各地都走遍了 最多就是坐过热气球 还有坐直升飞机来浏览 这种透明的球状的飞行物 真的还是第一次 赵局 你呢 是啊 我也是第一次 你们算是幸运的 因为这东西昨天才真正生产好 今天是第二次飞行 不过昨天就立了大功 飞行将近两百公里 把被抢走的小学生救了回来 赵永乐同样激动的脸色通红 太好了 确实幸运 你们桃源村的风景真美呀 从上面看下去 就像是一幅美轮美奂的图画 我太喜欢了 陈局简直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激动不已的说道 就在这时 飞船进入到了原始森林上面了 对了 这东西叫什么名字呀 陈局长看着操控飞船的你家小三问道 这叫桃源飞船呀 事无反起的名字 还不错吧 这人不管做什么事 还是起名字 都特别得有水平呢 你家小三笑嘻嘻地说道 桃源飞船 嗯 桃源村的飞船 好名字 我想问一下 它是用什么做能源的 加一次能源能飞多久呀 陈局特别有了兴趣 甚至还在想着 要是以后 自己有这样一个飞船 那才真是幸福呢 上班都不用开车了 坐飞船搜的一生就到了 嘻嘻 out了吧 海能源 我们这个飞船不用什么能源 而是充分地利用空气能 就是把自然界的空气吸收转化成动能 可以说它应该能无休无止地飞行 因为这个星球 空气是不可能枯竭的 对吗 什么 用空气就能飞 那是真正的环保 而且节省能源呀 好东西 这要是能普及 以后的汽车就没有什么用了 这一个飞船的建造成本要多少呢 陈局在兴奋之时 就像是一个小学生那么勤学好问 这个吗 商业机密 我们家无凡说了 不能说 西西尼家小三有意卖了一个关子 好吧 理解 理解 陈天贵笑了笑 也就不再追问成本的问题 只要谈到钱的事情 别人不愿意说 就不能勉强 不过他还是想要深入地了解一下 于是就又问道 那你们这个最次打算收多少钱呢 这一下 你家小三看着吴凡 显然是要吴凡说了 他才不管这些事情呢 吴凡并没有直接说 而是笑着问道 陈局长 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游客 你觉得花多少钱做一趟值呢 就是不会感觉不划算 这个吧 吴凡 实话跟你说吧 一百元不算贵 可以说超值的 我做了一次还要来一次 下次我就带着我儿子和女儿来玩 陈天贵非常真诚地说道 一百元呀 那可以考虑 吴凡点点头道 我们还没有定价 要旅游公司的经理林美玉来定价 他也要参考顾问张小婉的意见 估计一个人还真不超过一百元费一次吧 我们的经营目标也就是薄利多销 让大家来这里玩得开心 花费又不高 然后这些人回去就会乐意宣扬 就能扩大我们的知名度 那行 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价格 吴凡呀 我估计你们游客来得多 每人都想做的话 你要生产几十艘才够用呢 陈天贵已经非常崇拜吴凡了 虽然吴凡是一个年轻人 刚才自己还看不起他 但是经过这一件事情 陈天贵就知道 吴凡这个人实在是不简单 这种飞船 在全国都还没有 需要的技术含量太高 但吴凡却能安排外国女郎替他做出来 嗯 我们会看情况 随时可以生产 那就好 那就好 陈天贵兴奋地点了点头 对了 那是做什么的 我看地下划了许多的白线 就在这时 飞船转了一圈 回到村内来了 陈天贵指着脚下的桃园村 好奇地问道 哦 这就是我管理的桃园村养老中心 这里风景很好的 旁边有一条河 适合垂吊什么的 有山有水又向阳 特别适合休养生息的 这一次 赵永乐主动接话 这面积似乎很大呀 一个村级的养老中心 要搞那么大吗 陈天贵旁边的一个同事 非常惊讶地问道 那当然要大呀 这还是首期呢 一百套独栋别墅 然后各自有院子 又要基本相连 组成别墅群 什么娱乐场所也要有 包括棋牌 球类 游泳池 电影院 阅览室等 总之 就是一个小城市一样 村民在里面生活无忧 而且各种娱乐都有 赵旧乐有些激动地介绍道 赵局 你真厉害 以后就是城主了 说句实话 光听你说起来 应该不比那些五星级酒店差 风景又这么优美 空气如此清晰 真是人间圣地 看来做桃园村的老人也是有福气了 陈天贵非常感慨 吴凡顺势又转到了建学校的这件事情上 陈天贵的态度已经大为转变了 就算没有赵局的这层关系 他也有一点看好吴凡了 于是他很爽快地说道 吴凡呀 首先赵局在这里 他安排我做的事情 我只要有能力去做 自然要听他的 再说呢 我看出来了 你年纪轻轻就能力非凡 以后一定能有一番成就 在桃园村办学校 可能不仅是你们村里孩子的福音 也可能会成为全国学子趋之若鹜的地方 所以我现在可以拍板 同意你们恢复初级学校 待会下去后 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 如何 好 好 太好了 听了陈天贵的话后 吴凡和刘天生及赵永乐相视一笑 非常开心 没想到之前以为根本办不到的事情 居然如此轻松地就成了 一趟飞行就结束了 第二趟 教育局来的人 剩下的并不够十个人 陈天贵居然像是一个孩子 一般兴奋地问道 吴凡 我再去做一次行不行呀 行呀 你做一天都可以 反正我们现在没有营业 不用担心别的客人等 哈哈见陈天贵那么喜欢 吴凡特别得高兴 又过了十几分钟 陈天贵才从桃园飞船上下来 然后说道 好过瘾呀 这地方太好玩了 吴凡 赵菊 我们去办公室谈细节吧 一行人就往办公室走去 此时此刻已经到了上班时间 范小斌和李小玲 还有林美玉和张小婉 刘慧芳 苗翠花等都已经到了办公室开始做事了 当看见清一色的年轻美女时 陈天贵眼睛一亮 开玩笑地说道 哇 吴凡 你们公司都是些美女呀 是啊 这是巧合吧 吴凡笑了笑 反正他也没有刻意 还就真的是美女多 天意如此 老婆不理自己 自有红颜相伴 你不介绍一下 陈天贵似乎对这些女孩子非常有兴趣 一时之间太高兴 都忘记了 吴凡还真有一些男为情 于是赶紧介绍道 这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 范水斌 以后他少不了要麻烦你的 你好 你好 范水斌主动站起来 和陈天贵握了握手 好说 好说 范小姐一看就是学识丰富 办事干练的人 吴凡真有眼光 陈天贵非常赞赏地说道 哪里 还请陈局长多指教才行呢 范水斌也要客气一番 紧接着 吴凡向陈天贵介绍了其他的几个部门 或者说分公司的经理 然后就举行了一个小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 有吴凡和刘天生 还有范水斌及赵永乐 那便就是陈天贵等识人 大家讨论了细节 包括学校的规模 建设周期 还有招生的范围 老师的聘情等 最后 陈天贵和赵永乐 耳语了几分钟 然后说道 吴凡呀 是这样的 你们尽快写一个报告给我们 就是在桃园村 恢复村级小学的事情 包括刚才谈到的东西 都要写上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级一级的批准 当然你放心了 县一级的领导 我们已经都在这里 是一级召局有关系 省一级的话 基本上只要县市批了就会批 但是程序还要走 所以一定要快 真要秋季开学的话 也就三个来月 行吗 当然可以 我们一定会以最高的效率 来办这件事情 无凡回答的得非常干脆 并且还问了一句 教育局谁来直接负责我们的事情呢 我自己 有任何事都找我 我会安排下面的人去办 免得他们再来请示我 这样效率才高 陈天贵非常豪爽的拍了拍胸口 行 行 我们目前就让冰冰和你联系吧 等校长招聘到了 再让校长和你们联系 好 无凡 那就这样了 等你的报告 今天就到这里吧 陈天贵又看了一眼赵永乐 在赵永乐点头后 他做了总结 并且马上就站了起来 原来的办公室是借用老学校的 既然老学校要拆了建新的 自然要找到落脚点呀 这倒是一个问题呀 公司现在人越来越多了 光是分公司经理就有几个了 没有一个像样的办公地点 怎么行呢 刘天生摸着胡子 眼睛也在私下看着 显然是要替吴凡解决一下问题 村委会能不能借用一下呀 赵永乐指着那里直接问道 我是想借给你呀 可是村委也就两间土砖房 根本不够用呀 刘天生马上就拒绝了 当然他也是没有办法 那地方确实太小了 是 吴凡点了点头道 村委那里确实太小了 对了 这样吧 到时候真要拆了重建室 我们也让施工方 帮我们搭一些铁皮屋 我们就在那里办公吧 也行 也行 看来只能那样了 赵永乐和刘天生同时点头 刚说完 就又有汽车喇叭声响起 赵永乐指着前面的货车说道 这次应该是李刚他们来了 四辆大货车依次驶了上来 看来拉了不少的东西 车身低沉 发出沉闷的轰鸣声 如同一头老牛 死吼着爬了上来 在车厢之上 还露出了不少的人头 他们兴奋地叫道 桃园村到了 桃园村到了 哇 这地方好漂亮呀 人间仙境 村姑也好漂亮呀 最之前是来了一辆通讯公司的小货车 已经让村民沸腾了 毕竟是桃园村里上来的第一辆车 后来教育局的三辆小轿车又让村民开了眼界 现在四辆大货车 同样马上就吸引了不少的村民过来围观 看见吴凡凡几个人在这里时 头一辆货车赶紧刹车停了下来 吴大哥 吴大哥 李刚跳下车 很是巴结般地看着吴凡 李刚呀 你们来了 辛苦了 吴凡见识李刚 笑着打招呼 虽然李刚和他的主子江威 曾经仗势七人 实为地方一霸 但是自从吴凡教训了他们一番后 他们不但害怕他了 而且也改过了 在得知桃园村要建设养老中心之心 主动揽下了所有基建和装修的任务 而且完全免费 就是说不要桃园村出一分钱 所以吴凡对这种知错就改的人 也不会再为难 反而乐于和他们打交道 哪里 能为吴大哥做点事 我非常高兴 李刚说完 又朝赵永乐和刘天生打招呼 因为上次李刚把桃园村的茶叶收走了 而且是超高价 在桃园村五十元一斤都卖不出去 他的收购价居然是一千元一斤 所以村民都记得他 认出来他来了 附近也有人在叫道 李老板 李老板 大家好 大家好 李刚朝大家笑了笑 然后掏出香烟来给旁边的人敬烟 之后 他对赵永乐说道 赵菊 这四车全部是搭建工棚的材料 还有工人住宿的生活用品和米油等 我们现在就去搭建工棚 工人今天就在这里吃住 货车待会就去拉材料上来 明天正式开工 可以吗 可以 你自己安排就是了 对了 李刚呀 我们桃园村还是习惯了宁静的生活 所以你们施工时 晚上九点后就停下来 早上六点前别开工 这没有问题吧 赵永乐想起后说道 可以 可以 一切听从你们的安排 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时 及时提醒一下我们就可以了 李刚点了点头 然后朝后面一辆车上招了一下手 车上下来了一个中年男人 戴着眼镜 看样子就是一个技术型的人才 李刚指着刘天生他们说道 李志呀 这是村长 这是吴大哥 这是赵局 你是这个工地的负责人 以后一切要听从他们三个人的安排 特别是赵局 他是这个养老中心的经理 明白吗 同时他又说道 他叫李志 是我的堂哥 这个工地就由他负责 我没有时间长住在这里 村长 吴大哥 赵局 请多多关照呀 李志稍微弯着腰 朝大家握了握手 好好 李志呀 感谢你们从城市里来到我们桃源村 以后有什么需要 尽管跟我说 我们村虽然穷 但是人朴实 只要能拿得出来的 还是会尽最大能力帮助你们 刘天生代表着赵永乐和吴凡说道 应该的 应该的 你们是我们威哥的恩人 吴大哥 就是我们的大哥 我们为你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应该的 不敢麻烦你们 谢谢 李志笑了笑说道 好好 那你们忙吧 刘天生挥了挥手 他知道桃源村的建设耽搁搁不得 不能光在这里聊天 李刚和李志带着四辆大货车 往桃源养老中心开去 吴凡对刘天生和赵永乐说道 走吧 我们也去看看 这可是工程动工的日子呀 走走 赵局 这可是你的工程 你今后只怕没有什么时间陪我们聊天了 工程开始了 你的养老中心就正式开始了 刘渝生拍着赵永乐的肩膀笑道 对呀 我一定要全心全力的把工程看好 赵永乐点了点头 桃源村养老中心的地块上 很快就围了不少的人 这些都是桃源村的老人和小孩子 去不了种植药材 但是却特别有好奇心 当初修水泥路时 他们一有时间就过来围观 顺便和别人聊聊天 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毕竟除了村里有活动 大家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在一起 有时候几天时间都见不到一个人 而桃源洞施工 因为有相当的危险 所以 林美玉是不让他们围观的 现在看见那么大的养老中心要开工了 大家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将为房地产公司的人 可真是专业人士 来的也不少人 四辆车上总加起来有100人 他们跳下车后 黑压压的一大堆 马上就分散开来 很快就把棚屋配件从车上搬了下来 然后在之前划定的区域搭配起来 这些配件都是模块的 只要拼接好 一栋房子就起来了 在短短的一个小时 就有一排铁皮房子搭好了 看上去很整齐 很有气派 不仅外面好看 里面居然也有床 而且工人被子都带过来了 直接就已经可以睡觉了 旁边围观的村民看了之后都是一脸震惊 以前的自己 搭一个木板墙 山树皮顶的茅屋都要大半个月时间才能搞好 而这些人建了一排 大约十几间连着的房子 居然只用了一个小时 所以村民都情不自禁地靠得更加近了 想搞清楚这是什么奇迹 有两个孩子很好奇 走进了房间 看着床上特别漂亮 就伸手摸了一下 干什么 那么脏的手摸什么摸 搞脏我的被子了 一个工人看见了 对着两个小孩子吼了一句 两个小孩子吓怕了 因为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桃园村 大家都是非常爱护孩子的 从来不会对小孩子大声呵斥 所以他们待在原地 眼眶里勤满了泪水 你怎么这么大声呢 会吓着他们的 一个老人见孩子受了委屈 忍不住就说了一声 滚开 臭老头 别在这里妨碍我们做事 那个工人又对老人吼了一句 你怎么这么无礼 香罢了 赶紧滚开 走 找吴凡去 老头一脸怒气 拉着两个孩子就要走 你干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就在这时 李刚走了过来 瞪着那个工人 一字一句地说道 赶紧跟他们道歉 他们 他们工人还想要解释一番 跪下 李刚勃然大怒 指着他的额头说道 你知不知道 这里的吴大哥是 我们威哥的恩人 威哥都要恭敬地叫一声大哥 你居然对他的村民如此无礼 你死不要紧 不要害死了我们 明白吗 那个工人听了这话 神色大变 忍不住双膝一软 就要跪下去 算了 就在这时 赶过来的吴凡 一个剑步窜了过来 伸手把要跪下去的工人拉了起来 还不谢谢吴大哥 李刚对他喊道 同时又对吴凡陪着笑脸 谢谢吴大哥 刚才实在是对不起 我太粗鲁无礼了 工人赶紧对着吴凡鞠躬道 没事 没事 以后注意 一点就是了 孩子好奇心强 家里都穷 从来没有见过 你们这么漂亮的被子和床单 忍不住摸了一下 你们没有必要那么激动 人和人之间是要和平共处的 你要是去我们村民家里喝杯茶 喝一口酒 他们都会非常高兴的 吴凡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 我知道了 吴大哥 对方还是很紧张 于是吴凡对旁边的刘天生说道 天生书呀 你也可以在广播里跟村民说一声 工地上比较危险 工人做起事来很难注意 所以工地只可以远观 不可以靠近 这是为了安全起见 对 对 我待会就广播一下 现在施工的地方多了 要是还乱窜 确实是不安全 刘天生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吴凡的手机响了起来 什么 好 我马上就过来 吴凡非常兴奋地对着话筒交道 什么事呀 那么高兴 刘天生见吴凡一脸笑容 非常好奇地问道 电脑部的经理沈凤打电话过来 公司采购的电脑已经到了 我得赶紧去看看 是吧 电脑 这可是高科技的东西呀 就是惠方说的 里面有谷歌地图 可以看见地上的我们的东西 我也去看看 刘天生听说是来电脑来了 也是非常兴奋 两个人来到了公司门口 只见有一辆小货车停在了那里 几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人 正在把一个个的箱子从车上搬下来 而沈凤一脸红光地站在那里清点数量 吴凡 吴凡 存长 存长 看见两个人来了 沈凤兴奋地招手 吴凡 一共是20台电脑 这里办公室10台 村委2台 主机房8台 这些电脑都是目前最高端的配置 显示器也是目前最大的32英寸的 老板听说我们是村办企业 特别优惠 给了8折 沈凤主动向吴凡介绍起情况来 其实沈凤昨天给的清单 吴凡已经看过了 并且在上面签了字 心里早就清楚了 只是沈凤实在是太激动了 所以还是不自主地就报告起来 好 好 沈凤呀 我在电视里看过 机房里除了电脑 还要一些什么东西吧 吴凡好奇地问道 当时在清单上签名时 他只看了电脑的配置 其他的都没有看 可以说想看但是看不懂 是些什么东西 对 对 一个大公司的机房 还是要用到很多东西的 比如我今天就采购了服务器 配电柜 UPS等 总之 等我组装完毕后 一个完整的电脑网络就形成了 以后哪里需要再用电脑 只要连线在家电脑就行了 放心吧 沈凤非常自信地说道 那就好 那就好 哈哈 等今天宽带网络接近来后 就可以在桃园村上网了 吴凡也是非常激动 对呀 对呀 估计明天开始 大家就可以用电脑办公了 而且可以与外界联系了 太好了 我家里也要装一台电脑 对了 天生书 你家里有惠芳姐这个年轻人 也要装一台 不过 家里装的都要自己掏钱就是了 你可以在广播里问一下 有没有谁家要装电脑的 到时候也让沈凤给联系买回来装好 吴凡马上想到了自己的网络小说写作 所以有些急不可耐的样子 好呀 好呀 我待会跟惠芳商量一下 家里有了电脑 以后在家里也可以办公呀 刘天生也是非常激动 那行 你看着办吧 吴凡点了点头 店铺的工作人员把电脑搬下来后 很是殷勤地问道 沈小姐 要我们帮你组装好吗 可以 可以 先把我们办公室的组装好吧 我已经标好了位置 每个有圈的位置就装一台电脑 沈凤当然乐见其成 这样自己就可以少做一点呀 虽然公司管理层都有自己的办公位置 但是里面除了李小玲 并没有别的人 那些分公司的经理都去了现场 经理也和工人一样要做事 范水斌也去了解情况去了 他是总经理 总不可能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吧 李小玲一直在忙着作账 所以外面有汽车喇叭声 他也没有出去看热闹 毕竟他是在外面打过工的人 对于汽车这事还真是见多了 反正第一辆小货车来时 他已经去瞧过了 电脑回来了 见工作人员把电脑搬进来时 李小玲还是本能第一跳而起 兴奋地拍着那些箱子大叫道 哈哈 真没有想到 在我们这样的穷山窝里 居然马上就能用上电脑办公 你放心吧 跟着吴凡 要什么都有 沈凤看了吴凡一眼 意味深长地说道 是吧 那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 吴凡呀 我可是桃园村第一个回来跟你的 你到时候可别忘了我呀 李小玲激动之下看着吴凡说道 你是说他离婚了别忘了 娶你是吧 沈凤开起了玩笑 他现在也是心情好呀 第一次见到吴凡 正是在桃园村密林穿越 正是他最危险的时候 差一点就要被同行的男人强奸了 而且可以想象 如果真走不出去那原始森林 那些男的最终极有可能把自己也杀了当肉吃 现在能在吴凡身边工作 而且看起来以后的条件不会比外面差 所以他心里是特别开心的 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就是开心 又能报恩 两全其美呀 去你的 你才这样想吧 我是说加工资这些别忘了我 脑子里想些什么呢 李小玲脸色羞红的拍了沈凤一下 真是的 有些话就算是真的 也不能说出来呀 大家会难堪的 不过吴凡却并没有在意 而非常干脆的说道 小玲呀 你放心吧 桃园村是我们大家的 我们共同努力 有了成就也是大家的 不用我想着你 你就能得到自己所应该有的一切 总之 绝对不会比你们在外面打工差 谢谢 谢谢 我以后跟定你了 电脑公司的人技术还是可以的 不到十分钟 就已经把两套电脑组装好了 正是李小玲和饭水冰座位上的两台 标配 一台主机 一台32英寸的屏幕 键盘鼠标 还有一对低音炮 开机后 屏幕亮了 旁边几个人的心情就像这屏幕一样亮 电脑公司的员工说道 沈总 你可以检查一下 这里有一个设备清单 都是合同上的配置 我们没有掺一点夹啊 所有的配件都是当今最高端的 这是我们老板说了 要支持山村的兄弟办企业 所以才有这个价格 沈凤做了下去 一一和对 自己是桃园实业电脑部的经理 自然要认真负责 可不能对不起吴凡 一番检查过后 沈凤松了一口气道 好 没错 完全是按照合同上来的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聚集顺序开启下一集